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中綜合報導 中共黨魁將訪匈牙利安保細節提前曝光 中共黨魁習近平5月5日至10日出訪歐洲 將訪問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 親共的匈牙利政府正在為習的到訪大動干戈 儘管中共警察已被允許在該國巡邏 當地消息指 布達佩斯會因習的訪問而關閉 習出行安保更趨嚴格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當地調查門戶網站VSQUARE近日報導 一位熟悉匈牙利情況的消息人士透露 負責保護匈牙利和外國政要的安全機構 匈牙利反恐中心TAC 已經在準備由約400名中國人組成的高級代表團 於5月8日至10日訪問布達佩斯 匈牙利官方正在援引最高安全協議 與去年教宗方济各訪問匈牙利期間使用的等級相同 消息人士補充說 這對這座城市來說將是痛苦的 這意味著如此嚴格的安全措施將導致匈牙利首都關閉 而且交通限制實際上會比教宗訪問期間更加嚴格 例如 反恐機構甚至想關閉深受遊客歡迎的布達佩斯城堡山攬車 該攬車就在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多的辦公室旁 由於攬車計劃於5月9日停運 有人猜測這一天習近平可能會在歐爾班的辦公室會見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建立非自由國家的主張引起了國際爭議 自2010年歐爾班第二次執政以來 匈牙利經歷了民主倒退 轉向威權主義 歐爾班政府今年2月與中共達成的安全協議 允許中共警察在該國巡邏 這在匈牙利引發了強烈反對 美國之音引述專家稱 習近平訪問匈牙利和塞爾維亞 因為北京正試圖重振在歐洲的一帶一路基建項目 匈牙利政府近幾個月試圖吸引大量中國投資 尤其在電動車領域 同時匈牙利是歐盟成員國 在歐盟內部能夠影響制裁 對於習近平出訪匈牙利 當地給予最高安全警戒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這不奇怪 習近平上台後 安保嚴密程度越來越厲害 似乎對應著齐防暗殺的心機和國內政局暗勇不斷 而國外的情勢和國內是關聯的 習認為他在國內和國外都不安全 李林一分析說 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已大權在握 他還想下屆繼續連任 另一方面 他現在可能擔心自己一旦倒下 自己會被清算 所以更擔心安全問題 當然也可能分管安全的習家軍揣摩上意 刻意將安保力度做到最大化 近來有關習近平出訪國外的超級安保細節不時被曝光 台媒上報報導 2023年8月在金庄國家峰會舉行前夕 南非警方證實 習近平此行不但帶了多達500人的代表團到訪 在會議期間還包下兩家飯店 而在一個月前 當局便派人從中國運來全套家具 從杯碗 床 床墊到地毯甚至窗簾 房間裡沒有留下一點南非的東西 他 習近平徹底重建了一座新的總統套房 2018年11月 習近平出訪巴布亞新幾內亞 兩輛國產防彈專車由中國空運至當地 同年12月 習近平到訪葡萄牙兩天 豪製200萬歐元 包下利茲酒店所有房間 並拓寬酒店車庫大門 以便習近平帶來的防彈車出入 不但在國外 在中國國內習的安保動作更大 習近平2017年七一訪港期間 警方每天派出近1萬人後命 包括飛虎隊 機動部隊 反恐特勤隊等全部上陣 有直升機將在空中監視 習近平下榻的酒店附近的大樓屋頂上 將派駐伏擊手 當習近平準備離開機場時 他乘坐的防彈車周邊不滿保鏢 他們甚至跟著啟動的汽車一起跑動 2018年4月 習近平視察湖北武漢多日 並會見非正式訪問的印度總理莫迪 當地部署數百狙擊手 還出動上萬便衣警察進駐街頭 網傳視頻顯示 習近平離開武漢後 上萬名便衣撤離 仿如大遊行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參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利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利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 六年高利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利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 為高利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利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 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